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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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宋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是我最近比较喜欢的包包 那我现在给大家秀一下 因为我最近比较喜欢小一点 小巧一点 这是一个算是一个那种 气垫BB的那种感觉的 对 还比较 不是那种特别亮 特别水润的那种但是也是润润的 但是呢抹上涂上去 就会像涂了那种 奶油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是感觉润润的 但是呢又不反光 就是还是很像丝绒那种感觉的 蛮喜欢的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眼霜 我为什么会带眼霜呢 是因为我就是 大家知道我就是 就是笑起来就是无边无际的 然后也不会遮眼的那种 所以呢 然后就是比较注重眼部的这种 这种保眼 所以呢就是眼霜我会随时带着 然后眼霜因为我是 比如说到了下午啊 然后皮肤就会比较干 那我就会在眼上涂一些些 然后还有这种法令纹这边 然后还有嘴角我都会比较容易用 或者是我唇膏没有带的时候 嘴巴可能比较干 那我就会愿意把那个眼霜 稍微涂一点点在嘴巴上面 然后会润一些 然后涂唇彩的时候也是 也会比较好涂一些 这是我的戏 小心得 然后这个呢是一个 我做指甲的美甲的地方 然后他送给我的一个 算是营养油吧 就是它是那种滚珠的那种 滚珠的 然后呢它是有三层颜色 橘黄红色紫色 然后用的时候把它摇匀了 然后就涂在那种 因为我特别小时候开始 我就特别喜欢抠手 扣扣扣 特别想事情的时候 就扣扣扣扣 所以就是美甲的人跟我说 就是一定要涂这种营养油 然后来保护我的手 要不然就是一干 我就扣的话 就会恶性循环嘛 对吧 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唇彩 我最近比较喜欢的唇彩 然后它就是 嗯涂上去也是比较润 但是呢还是有那种丝绒质感的那种 然后因为有个小刷子 所以比较好涂一些 蛮好的 颜色也是我喜欢的 然后特别小主要是 特别小 然后放在包包里面就比较方便 对没有那么长 对 然后 然后就是我的耳机 耳机 耳机上面给它装了一个 小装饰 哈哈哈哈 然后 然后就是牙线 这个 可能我的粉丝一看就会说 怎么十年如一日的 然后去用这个牙线 因为这个是小包装的嘛 每次用一个 然后就放在包包里面 一两个啊 一天大概就这样 等着吃完饭就可以用一下 然后这个是 特别迷你包装的那个 试纸巾 因为最近用的包包都比较小嘛 所以就这种特别小包装的被我发现了 然后就放在 放一包在包包里面的话 可能我能用 用两三天 然后这个是干的纸巾 因为我特别用纸 我特别废纸 然后出门一定要带的就是 手机 如果不带钱包的话 就是手机 然后 唇彩 然后就是纸巾嘛 纸巾就算其他的都不带 我也要带手机和纸巾 张 完了 那这就是我 就是包包里面带的东西